謝謝 歡迎你 喔 王俊凱 歡迎歡迎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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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才你姐姐很照顧我 因為其實我們都沒有問完 但是說好了好了 我就不說了 趕緊讓王俊凱 啊 你們 好 大家不要小心一些 對對對 因為那邊剛才差點出事故 安全第一是嗎 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說幾句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凱 今年是小凱出道的五週年 主演電視劇《天坑英烈》 最近正在優酷熱播 25號也將登陸東方衛視 個人寫真書19歲的時差也即將發行 所以有什麼話想要對一直以來支持你的粉絲說呢 就感謝大家的陪伴吧 也希望大家能夠身體健康 然後大家和我一起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小凱呢 上過今年的Super L夏季刊的封面 在拍攝過程中有什麼小趣事可以分享 因為當時拍的是棒球的主題 非常青春 然後我覺得當時也是在拍攝的時候 又好好的玩了一下棒球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體驗 好 謝謝 歡迎你的到來 謝謝 好 謝謝 歡迎你的到來 你的造型嗎 喜歡 非常喜歡 對 你自己平時的穿衣的風格和時尚的風格是什麼 我平常自己穿衣的風格都是那種比較簡潔的 簡潔 對 運動一點的 對 你一般不會穿衣的 我應該沒有 這比較正式的 就正式的長得才會穿衣的 但是我還記得有一次我還在微博上幫你點贊 就是你去走那個國際品牌的秀 我突然有一種感覺 因為就是你是看著我的節目長大的 對吧 然後我也是看著你長大的 然後我突然發現這個少年已經有那種 偏偏公子哥的感覺了 對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覺得想駕馭 或者是期待駕馭的穿衣的風格有沒有 我比較想駕馭的風格就是那種 就是也是這種比較 有一點那種稍微的就是 因為我平常穿衣都是那種比較舒服啊 簡單一點的 對 但是就比較想挑戰一些比較時尚一點 對 所以誇張一點沒關係 對 你平時是通過什麼渠道來瞭解時尚 一般都是在網上 網上 對 看雜誌嗎 會看 會看 特別是自己上的雜誌 哈哈哈哈 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 好我們通過微博徵集了一些粉絲要問你的問題啊 我們來看看有些 什麼樣的問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想知道寫真書 19歲的時差這個名字的意義是什麼 呃 因為19歲的時差這本書是回憶的我小時候 就是離現在這個年齡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就好像 是有多大 哈哈哈哈 就是我特別小的時候就小時候 我印象中是在我就是很小很小 因為是在小學的時候 嗯嗯嗯 那段時間的生活 嗯還有點點滴滴 就是成長的一些線路 就有一點時空上的差距 所以說是有時差這個概念 明白了這個這個時差不是地域上的時差 不是這個國家和那個國家時差 而是19歲的自己在回看少年時候的自己 或者讀小學時候那個時間的差別 對 其實它也是成長的一個代名詞 對 對不對 這個問題我覺得問的特別好 請問這陣子有沒有好好休息 呃最近都比較忙 對 都是都是你們 就是大家的五千萬粉絲福利 就想了很久 老是老是想不出來 老是想不出來 被這個問題所困擾 馬上到六千萬就更尷尬 乾脆混一混 五千萬就算了 直接六千萬的時候給算了 因為粉絲就擔心你太累了 然後希望你可以好好休息 是 我也會好好休息 頭老師也會好好休息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是這個題目還是沒有 但是我要那個什麼 我非常期待天坑英烈 然後已經上了 開始上線了 對 上線了 我覺得可以通過這個機會 也跟大家做做句宣 好不好 好 是多少後來上 好像昨天上了 對不對 昨天還是今天天坑英烈 我記得 今天東方衛視要上線天坑英烈 大家多多支持 加油 我們小凱加油 然後粉絲們如果還有什麼問題呢 到時候就是也可以繼續通過我們跟艾爾雜誌 然後跟微博上互動也可以 然後我也非常希望 因為艾爾是30歲了 我希望以後可以更多的跟我們王俊凱有這個時尚上的合作 多分享一些好的這個時尚的資源給我們王俊凱 好不好 謝謝小凱 謝謝